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1月9日 我们要讲的人物是阿比拿达 阿比拿达的意思是 我父是公稳的 阿比拿达这个人 是出现在当约季被置于菲利是地7个月之后 他被送回以色列 互送到阿比拿达的家 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 便被分派为药柜的看守者 我们在圣经中 会遇到几位同样叫阿比拿达的人 但今天我们对这位记载 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一节里的阿比拿达所知的甚少 我们知道他住在犹大和汴雅民之间 一个叫基列耶林的边界地区 但我们不知为什么他的住处会被拣选 作为药柜临时的停放锁 而这样的建议也不太可能是出自于阿比拿达自己的 他亦可能是一个利美人 因此是合适的人选 但我们从圣经的技术可以知道 这个被金子包裹着的药柜里面 除了两个黑有十计的石碑之外 还有其他物件一起被保存在里面 这个药柜放置在阿比拿达的家里面 接近20年那么久 他其中一个儿子 不适当的方式触摸了药柜而丧命 我们不知道阿比拿达是不是 乐意担任药柜保管人的任务 但我们知道他确实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他或者也曾经犹疑 思想如果乐柜出了事 他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但有时我们就是没办法拒绝迎面而来的责任 幸运的是 总会有人预备好接下来困难而兼具的任务 看看阿比拿达这个名字的意义 我们或者会好奇地问 在这个情况下 他的家人是不是认同他接下来的这个重大任务呢? 而你又怎样看呢? 现在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如果需要的 请让我乐意去承担艰难的任务 尤其是当这个任务出自于你的要求时 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阿门 今天的内文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延伸《独杀母义记》上第六章 以及第七章一节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